老师也是看重你 老师也会叫你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这三次的话 我们要给我们后餐老师讨好那个关爱的眼神好不好 那如果没有被叫怎么办 赶紧棘手 因为时间很短 那我们都是 我们是不是免贵过来的 虽然我们是物操所持 但是我们还是花钱过来 其实花钱过来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之下 老师没有叫你先棘手先赢 先棘手的话 老师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说 当你被叫起来的时候 未来的话可能老师会再跟你们训练有关于这个 比如说包括主持人训练 或包括各方面的训练 那你尽量就是说 老师你站上来的时候 你要求自己尽量要求老师纠正你台上的指示 还有包括你讲话的整个内容 像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常会就这么说 我讲话太快 后来我就把它放慢 像我之前有时候 胃不自觉的手插头带 因为还有说什么 沾气路 那有时候 请老师尽量去纠正你的台风 因为每个人的特色不一样 因为你好不容易可能你们之前也都 有关于这个口才的训练 但是好不容易有人纠正你就尽量让他纠正 那我相信纠正到你写起结束的时候 我相信你差不多 就算不是讲师也差不多是一个很坎坎二坎的人 那再来我们三次结业之后 我相信每个人都从各个层面来 有的可能是机械的 有的可能是服务业的 有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 那未来你们回去的话 要怎么样 要不要继续好好的来练习 要不要 要 那怎么练习 那我提供大家一些 最后的一个生活练习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要好好的 就是有空 五空 有空没空 就跑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 好好的自我练习 就要找一个有玻璃 或有镜子的地方 在那边傻傻的练 这是第一个特色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在你的工作上 如果你是常常会去 像有人说机械工程师 通常会说业务检道的话 你要在台上常常就是演练 好 常常演练好 常常演练好 那你要假设出来 我明天要开会 我要讲什么 好 那你在开会的时候 你一定要讲话 你讲话那个 那你当然前前女士 一定要准备 你要讲话 那你的主管 对你一定会怎么样 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以后可能就会比较重要 那再来最后 最后如果假设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 演练的机会 怎么办 其实老师 或者是我们常常免力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说 你结业之后 只是怎么样 学习的开始 学习的开始 如果说你们未来的话 你们想要的 就是未来你如果说还要找机会的话 没有关系 在我们那个影后商老师的旗下 在中部 中部就是我们台中这边 有成立一个中区学友会 你们过去听过 中区学友会 那我们有附设 我们目前有附设一个读书会 这个读书会的权力叫做 翻新读书社 那我们翻新读书社 已经成立了很多 每个月我们会有一次的分享 会有一次的分享 大概大致上有可能那一个月 当夜份的第三个或第四个礼拜的晚上 那晚上的话 我们都会有两种分享 比目前来讲 现在目前有 大致有两种分享 第一个是专业分享 或者是服务分享 如果有机会的话 欢迎大家 在发应 我们发应会的话 是在31号 那有牙医 牙医上次有来 有来的就知道 牙医为我们分享有万一口调训练 那听说这个内容是他去学习 他也愿意分享给大家 听说这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学习之后 你不但口才会很好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声调 你的会很有词心 会有很词心 那我希望说未来的话 大家学完的时候 能够继续再学习 8月31号我们见面 那到时候我会再把那个相关的内容 投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这次我们12期 请后昌老师 好好的歇息 好好的跟我们老师 好好的挖 挖起来好不好 好 好 希望大家能够不操手指 满载的归号 就这样子 谢谢 很激烈学长给我们的一些指导 学长说没错 今天在这边 我们大家都是同学 要请老师纠正 出去要代表 这个我们台中这个 这个口台训练班 然后也很高兴 大家就在这家里 有二十四三年的学义 就请你 好好的